大家好,今天是9月12日星期四 今天市場上升的板塊比較多 我們看看最前五塊板塊是什麼呢? 指送農業、食物、化學製品、交通設施和醫療保健 這些都不是足以實現的 大家好,今天是9月13日星期五 下個星期就是中秋節 9月不驚不覺又已經到了一半 今天的市場十分之好 所以上升的板塊十分之多 很少可見那麼多 在這方面,升的板塊裡面 都不是那麼多大的主要板塊 除了汽車、保險之外 看看吧 貴金屬升是因為 沒有辦法,美元不停下跌 外圍又不是那麼好 拜登又說將會可以供應遠程導彈 可以讓烏克蘭去打俄羅斯 俄羅斯說你這樣打過來 我就砰你 即使這個地緣政治是緊張了 所以,任何的投資 不要看小起 俄烏戰爭 這個地緣政治的突然惡化 再說一次 任何的投資 不要看小 俄烏戰爭 起最近一兩個月的可能 出現的突然惡化 接著是醫療保健 突然惡化之後 你就要找醫生 這些就需要想想 很多都是機械人 還有醫療方面、營養方面的股份 藥苗方面 一路的研究 一路來說 越來越來越有進展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留意很多 生物股等等 還有是珠寶黃金 因為黃金又在新高 都說了黃金要買的 是不是 很多人說金價不買 十年黃金變難銅 這個世界真是 唉,真是 沒法子的 有些這樣的東西 美國老印這麼多銀子出來 黃金一定有價 接著就是汽車股 最近是中國公佈出來的 有關生能汽車的滲透率 又高了 然後還有保險 保險股之好 有些人看保險股 他們在中國方面的投資 特別是A股方面的投資 是好的 所以才會升的 還有他們即時也因為 為什麼呢 就是很多時候 阿爺是需要 對銀行股方面 要求他擠多些錢出來 又要減息 又要多些派息 多派息就益了保險股 減息的話 就累到銀行股 根本沒有累到保險股 所以是這樣的情況 好 接著就是 在整體裏面來說 今天是很多時候 是一片紅 都不用考慮了 接著我們看看 A股票市場方面 A股票市場方面 這是恆子來說 我們看到基本上 就是手倒在這個位置 又再淡上去 今天曾經挑戰過保利加通道中族 未是很有時機 可以認為一定好的 不過基本上是看 遠一點的時間是一定好 不過現在 可能有反覆 去到年底 我還是看 會應該去到 19,000至20,000至20,000 這個就是要這樣看 年底你純不信就沒什麼說了 如果我們看到下降軌 我們看到 這裡已經是第一個星穿座 這裡有第二個星穿座 這個怎麼辦呢 算了算了算了 這是第二個星穿座 如果要升穿這條的話 就非常好 因為這裡 你看到是這樣 升穿這條線 再上這條線 就即使是已經一天光光了 這次呢 再升上來 真的一天都光光了 那就真正可以 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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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9,000至20,000 最主要是為什麼呢 根本要看到 這裡一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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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了一底 這一次呢 這次呢 就一底得高了一底 你說這底又低了之前的這個底 沒問題 不過沒有低了過這個底的嘛 由164升到184升到2000點 由1170升到2000點 就應該是190 這是技術走勢所告訴我們 技術走勢跟求籤沒什麼分別 一字記諸若升 什麼時候升?升多少?沒有說的 不過你相信它升就升 你相信它跌就跌 目前看到應該是有升的機會 就是這樣 當然我們所有股市的時鐘 有誰可以很清楚知道日後真正點 大家只是靠猜猜一下 不過靠猜的時候 靠一些歷史過往的表現 而我們認為它可以重複的 好了 我們再看看今天可以有什麼股票看看 一個叫中國新聞製約